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李 那天小明到我去看了三辆车 现在我终于做了决定了 就是这个 没错就是这辆 Camry 我身边这位锐哥就会帮我讲一下 哪新车到底要注意些什么了 首先哪新车最重要就是注意 你的车的 engine traces number 还有你的车牌 是否和你的车卡上一样 OK After check 这个之后 接下来就是检查你的车身 你的外观 然后 after that 过后就检查你车的内装 它的便宜之类 当你 check 完所有的之后呢 我们会先问 有那些不满意的 so after that 我们就会尽量做到 它的销售为止 除此之外 像 after 这个 step 之后呢 我们就会检查我们的 boot tray 一些 standard accessories 当检查完过后 我们就会先上车 所以我会教车主一些 简单的一些 basic features 当那个时候如果车主有任何不明白的 就可以当场问我 我就可以解答它的问题 OK 明白 OK 这些就是 几个哪车需要注意的 简单的一个步骤了 OK 明白 好的 好的 喂 立总 诶 小明 你又在这边呢 我是小明嘛 so 最后选了这辆车啦 还是选了这辆车 可以分享一下吗 为什么你会选择这个 Camry 呃 选这辆 Camry 其实 我是很想选BM 的 嗯 谁不想要选BM BM 看家出去就有一点 那种风的感觉 有虚荣性啊 嗯 可是呢 它的 safety 还是有点 逊色了一点啦 我还是实际一点 所以我选了这辆 Camry 啦 接下来就是那个 SUV 啦 太过主流了 现在到处都看得到 SUV 了 我还是选择那种 非主流路线 就是这辆 Camry Uncle 路线就讲啦 是是是 Uncle 路线 不过讲真的啦 我是觉得这个 Camry 其实做起来啦 也是比较舒服 比较稳定的感觉啦 和这个 SUV 相比的话 嗯 我们这种Uncle 就是要 要稳重一点点的嘛 对 要稳 又重 这样 李总 可以分享一下吗 你这辆 Camry 买到来是多少钱 这辆 Camry 其实 我很幸运啦 我找到 2019 年的新车 嗯 扣 13,000 大概 SST 又在扣 所以我扣的来大概是 175,176 这样 哎哟 不错哦 这个价钱 嗯 不过这个价钱还没有算 Insurance 啊 这个 Insurance 哦 他们的那个 Sub-Agreed 的 对 Sub-Agreed Value Sub-Agreed Value 哦 它是算 196,000 导演价算的 SST 的那个价钱 它是又拿那个价钱来 算那个 Insurance 是哦 它的 Insurance 大概 5,000 多 对对对对 是蛮大一笔的 好彩我的 City 刚刚买了 NCD 有 55% 大金 加买全部 大概要 3,000 多 喂 这样都省蛮多一下的啊 不然的话 加买全部东西大概 6,000 多 对 那这个就是这个 NCD 的重要性啦 很多人在买车的时候就 其实你买车啊 你不只是要看那个车价 你还要加买这些保险的东西 所以加到来啊 可能是一笔为数不小的这个数目啦 那这个时候这个 NCD 就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了 因为 如果你像李总这样就是 存存存慢慢存到第5年的时候 因为 NCD 我国的这个 NCD 是有分的 就是你第1年可以 得到多少%的折扣 那我在这里就做这个列表啦 到第5年的时候就是 Maximum 也是 55% 就像李总这样啦 本来一个 6,000 多的一个保险费啊 扣到来 扣了 55% 直接省掉一半哦 变3,000 多 那还有点就是根据我国的这个保险的这个政策啦 这个 NCD 其实是可以 转去另外两车的 只要是在同个人的名下 也所以呢 有时候你会看到有些人家里放着那种 很旧的车啊 没有什么去开啊 其实他可能就是这样子放着 存这个 NCD 那如果他 哦 因为哦 那些旧车可能会出去都是 1,000 多 2,000 块 不如收着 收着 放着 就是存那个 NCD 管得更加好 因为你哪里知道你哪一天要买新车的话 你可以直接把这个 55% 的 NCD 转去那个新车 那无形中你又省了一笔钱 因为旧车的这个 保险 保费都是不高的嘛 你就算 再变成零 Reset 成这个零啦 其实也是不会 高出太多 那这个新车就不同哦 好像你的车 190,000 哦 So 他的这个保费就真的是 那个影响是蛮大的啦 黎总 我注意到你这个新车哦 是用你之前的 City 的车牌哦 哦 是啦 我有做那个 Interchange 换那个 换了旧车牌机 去新车牌那边 哦 OK 你是自己做吗还是 呃 不是 我是交给 Runner 做的 啊哈 So 他会帮我负责玩全部东西 So 我们只是需要去到 JPG 那边做一个 Time Print 不然哦 你 我那天去到 JPG 哦 我那个队友是踩到很长一下哦 嗯嗯嗯 就如果你给 Runner 做他 他就省了这个时间哦 你就是去到那边做一个 Time Print 就可以了 然后我的旧车牌我就可以去我的新车那边 嗯 哇 这样其实听起来也不会太过复杂啦 对 其实是算 算简单啦 因为我们都是交给 Runner 去 嗯 这样做到来这个花费是多少钱 Runner 那边大概是几百块 然后 Interchange 那边也是大概三百多块 哦 也不会太贵啊 每天一千块里面高得点 哦 OK OK 那好啦 我觉得今天这个李总开箱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就不知道你们还想要看什么类型的试驾影片呢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给我们知道 当然是要选出三辆车啦 我们也会从中选出一个 Comment 这个幸运还会得到我们送出的一个精美礼品 那就是这个 Toyota Supra 的模型车 很精致这个模型车喔 漂亮喔 哇 我也想要耶 是不是 所以 欢迎大家踊跃发言 不过最重要当然还是别忘了 要按照我们的这个影片分享 还有最重要是订阅我们的频道 那 记得发言咯 留言咯 漂亮喔 我要 我要 你要啊 留言啦 选三辆车 选三辆车 OK啦 好啦 那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